新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那昨天跟大家提到 酒楼是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行业 不少经营了几十年的老招牌酒楼都熬不住 那纷纷结业或者是顶让店铺 其他酒楼呢就算没有倒闭啊 也都是在戚风苦雨当中 硬称苦称挣扎求生存 其实原因也不难明白 那酒楼生意呢主要都是靠宴会订单 然而在疫情笼罩之下 就算政府放宽行动管制令 宴会嘛也是不给办的 那单靠散客生意也弥补不了亏损 不过话说回来 酒楼业者今年还真的是多事之秋 总共经历了两波的冲击 那第一波冲击呢 是疫情年初在中国大爆发的时候呢 中国旅游团纷纷取消来码 导致当时国内的酒楼呢 突然少了中国财生业的光顾 当各地的酒楼生意都大跌 但由于酒楼多以本地顾客居多 虽然中国游客是减少了 还不至于没有生意做 不过很快的酒楼业者 他们就迎来了第二波的冲击 在政府宣布实施落实管制令之后呢 很多大小喜宴啦 社团晚宴啦 不是取消就是改期 八点岁日报团队视讯 反问了很多名的酒楼业者 那其中一名业者就说 他的酒楼在旺季的时候啊 一天可以接待超过100桌的宴席 但如今一天哪都做不到一桌 而在业者水上加霜的是 不少三月份的宴会临时取消 但是业者他们早就已经买好了食材 提早准备好了 如今呢 也只能够自行吸纳亏损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没有人知道 但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 那酒楼业者又该如何求生存呢 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 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尤其是酒楼业者 更是被杀得措手不及 即使政府已经逐步放宽管制 允许民众在店内有餐 但其实对酒楼来说 一点帮助都没有 要生存就必须做出改变 过去不少只承接大型宴会的酒楼 如今被逼转型 提供外卖服务 尝试降低推损 不过雪龙咕诉盛中行 餐饮业工会会长林德莱表示 一般民众如果要打包 顶多只会选择小型海鲜馆 不太可能去外带酒楼做的宴席菜 即使酒楼调整经营策略 但酒楼开销大 不管是租金 水电费用 还是员工薪水 都比一般餐馆来得高 别的不说 因为工作经验丰富的投手 薪金至少都要一万令吉 零散的外卖订单 对惨淡的生意根本于事无补 接下来的8月份 原本是酒楼业者们期盼的旺季 但到时候生意能否顺利恢复正常 也还是个未知数 酒楼业者目前只能见步行步 暂时靠外卖掉盐水 力争生存空间 期盼能早日恢复元气 未来的轻易 温iyorum 未来的轻易